曼城中场洛迪受伤,有机会长头 洛迪对哥迪奥拿有多重要呢?不用多说 连镜幕都找了超级电脑 记一计没了洛迪 之后,曼城今届最后会拿多少分? 另外,爱华顿也在酝酿、考虑换税 但换税的名单也在等另一个英超豪门的消息 是谁呢?一会再说 另外,英超打了五轮比赛 增冠格局我觉得有少少微妙的变化 今集到尾段,我都会说一下 过了五轮后,我对增冠格局的看法 节目开始之前,继续提醒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汤米Low 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汤米Low 频道 可以like,share,comment 多点跟我聊天 事不宜迟,节目真是马上开始 刚刚星期日的天王山之战 有人说史东斯帮曼城最后一秒绝平的一脚 将会是曼城更贵 获得联赛冠军的最重要一脚 当然,如果假设到尾段 阿仙奴会以2分落后于曼城 继续以拉命的话 最后一秒这一脚史东斯的入球 当然是决定性了 但也有人说 洛迪的伤出那一个受伤 才是曼城能不能够取得到 今届英超冠军的重要因素 今集就会大家说下 洛迪对曼城有多重要 以及高迪奥拉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数据就不会说大话 自从洛迪2019年加盟曼城以来 曼城总共踢了195场英宵赛事 洛迪只是缺阵了21场 但在这21场内曼城是输了7场 而有洛迪踢的比赛174场 曼城只是输了19场 而上一届曼城在联赛所输的3场 都是在没有洛迪底下输的 而上届有洛迪的比赛 包括欧联赛事 在90分钟之内曼城都没输过 大家可以看看输球比例 大家会看到有洛迪的174场比赛中 曼城的输球比率只是10.9% 但没有洛迪比赛的输球比率 是高达33.3% 简单来说 三场球你就会输一场 当然我不会相信 曼城今季如果真的落迪是长期缺阵 就不会数据差到33.3% 始终曼城都有一定的根两 但落迪对曼城的影响大家不言而喻 高迪奥纳也没有想过找一个没洛迪的替补方案 2022年他用了490万英镑 就买了加云菲利斯 但没洛迪底下用加云菲利斯的曼城 中场踢得挺难看的 所以最后上季他也外借给卫斯咸 今季也借给他业势彼斯 这个方案一定是不行的 另外他也找过纽莉斯 高华锡 史中斯 艾基也客串过这个位置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复制到 落迪的中场的冷静 控制的节奏 以及进攻的侵略性 如果 预计上季落迪的全球数据的话 他是英超全球次数最多的球员 总共存了3633次 而排在第二位的 只有2264次的班努金马雷斯 你看到第一第二位的数据差距有多大 而洛迪除了作为一个防守中场之外 其实上季他进攻方面 贡献也不少的 入了8个球 也有9个助攻 其实大家都以为落迪是防守里面做到事 但其实进攻方面 他的数据也非常出色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表 这个就是上季英超打满2000分钟的球员里面 一些进攻数据的比较 而落迪是排在第一位的 里面有些什么呢? 每一场球90分钟里落迪是1.7次的射门 1.4次的chance create 还有build up to suit 就是组织到整个攻势 是有5.3次的 加上总共有8.4分 而这头10个球员里面 是唯一一个防守球员入榜的 而这个防守球员还要是彭第一位 大家可以看下去了 彭第二位是谁? 霍顿、奥迪加特、沙卡仔、苏保斯里、 麦迪神、沙拉、艾华利斯、大亚斯和 宾拿道斯华 即是说 洛迪除了防守勁之外 可以连进攻方面都赢了你这群进攻的球员 所以 布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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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已经是2011年的赛季 当时是曼联莲联赛冠军 哥迪奥拿曾经说过 洛迪是他心目中现今足球员里面最好球的那3个 没有了一个这么好球员 对曼城来说其实是伤筋动骨的 哥迪奥拿应该都不可以这么容易找到一个球员可以代替洛迪 他只能够将洛迪决阵的影响 看看可不可以减减 尽量减到最低 看看冬季转会会不会可以买到什么球员回来 可以帮帮曼城在曾冠路上加强防守中场的板凳深度 另外 昨天英国也传出了英超有三级球会准备炒领队 分别是西藍顿、狼队和爱华顿 爱华顿的新闻就比较多 因为罗马的美国老板宣布了将会收购爱华顿 当然很多手组都未完成 但有传爱华顿都想换走大字 虽然爱华顿的老板即现任高层 现在路都华很支持大字 但连续两场仰议输三后 都令他们有考虑过换了大字 而换出来的人物就是 就是前英格兰领队修夫基 当然修夫基对很多英格兰球迷来说 都是好坏参叛 但anyway 除了爱华顿看上去之外 亦都传曼联都在想收夫基 上个夏天其实都传过了 现在就说收夫基暂时没有答应过爱华顿 根据give me sport 媒体报道 就说收夫基在等曼联拼药 有传 可能在未来这几个月 都会有下货的风险 即是被炒休的风险 所以收夫基落于等曼联拉着的邀请 亦都传了早几个星期 原来曼联的高层和收夫基吃过晚饭 但这些没有照片 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 都是根据民事 我看完之后就说出来 时间地点都没有 究竟这些是吹水新闻 还是真有其事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个人说这件事 我觉得 曼联其实近这几场球 我觉得那个防守已经改善了很多 其实在几集的回顾 我都说了 曼联的防守已经稳健了很多 你看回上半场球 他们的传统对着水晶弓 得不分 最大问题其实都是在进攻能力方面 之前大家如果有看新闻 看开英超新闻都知道 今季英超重大机会的miss chance 曼联是排行第1位 有17次重大机会的miss chance 可以证明到 曼联的问题就不在防守 而在进攻 云尼斯特罗可能都要花多些时间 拆一拆前面的进攻 特别是华舒福 舒沙克 这些进攻球员 特别是班劳法林役斯 亦都是今季暂时五场球里面 最多浪射的球员 都是班劳 费南迪斯 如果 真的要换收夫机的话 我觉得 英格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懂入球 攻力有问题 你看看欧洲国家一杯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我是拉着 就未必会考虑收夫机 因为收夫机较进攻就不放得了 还有 如果坦克下货的话 那 云尼斯特罗会不会继续留在这儿呢 还是会 帮收夫机的手呢 他们两个 我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交情 虽然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球星 但是他们都没试过同队踢过球 我就不觉得他和他们有什么交情 如果我是曼联 我今季 整季 我都会被坦克玩的 那我不会动他 除非他真的差到要跌到去护级 或者你真的完全在下半板 如果不是的话 你都给坦克一些时间 看看可不可以收拾到那个进攻 看看可不可以上前列位置 增4暂时就还是差点 但是你说增上前七的话 其实我觉得曼联还是有时间给他们踢的 如果 爱华顿找收夫机 我是收夫机 那 好似 貌似 就好似 就像过去英格兰教队户级级的爱华顿 但是 如果你真的有料的 那教爱华顿 都可以打到前面而已 那 大家就继续看一下 看看如果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觉得收夫机 应该过曼联 或者曼联球迷跑不停 如果收夫机 他曼联 你宁愿要收夫机 还是要看一眼 好了 英超踢了五轮比赛之后 我自己觉得 增冠好像也有些微妙的变化 就是局势了 当然 可能你会说 喂 踢了五轮的Tommy 这么快就说增冠局势 英超的增冠 一直都激励了 加上 五轮比赛 其实都顺色万变 所以趁这个时间也说一说 大家看到这幅照片也知道了 都是上季的前四 曼联 阿仙奴 利物浦 阿士通维拉 现在打了五轮后 这四队都是排在前四的位置 曼联以13分 拿着排在第一位 然后最后就是利物浦 阿士通维拉 然后就是11分的阿仙奴 其实这四队的分距 只不过最大都是两分之差 当然 你可以说 排在第五车子都拿着10分 是不是 还有柳卡索和巴拉顿呢 但是我可以说 这三队我暂时都觉得 他是增冠的搞局者 但是你说去到增冠 我觉得都还没得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 增冠五轮之后有些变化呢 如果说季初 开季之前 大家都会觉得 曼城 阿仙奴 会是有大机会的增冠 而且阿仙奴 都是在追赶曼城 利物浦可能都会差一点点的 因为始终新领队教 然后整个夏天的转会枪 就是进了基艾沙 实力上好像没什么特别大提升 对利技的担心会多一点 至于阿士通维拉也是 我第一次打欧联 不是第一次 市格很多年打欧联 不是第一次打欧联 都会担心阿仙奴 能不能够应付几条战线 打了五轮英超之后 你会看到 最大原因 我觉得为什么出现变化 就是 刚才整集都说了 洛迪的受伤 令到曼城的实力大打折扣 这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拉近了四队的差距 第二个就是阿仙奴 奥迪加特的伤出 你看不到阿仙奴的进攻 是没有奥迪加特有很严重的影响 很难要阿仙奴 每一场都是靠世界球 或者是靠死球 去入球 去取分 如果你说 阿仙奴迪加特要在十二月才复出的话 这一段时间 会不会被利物浦或阿仙奴迪拉 会不会带开了呢 很难说 特别是利物浦 开季之前 大家都对市乐 究竟新领队来到 会不会担心他 不太懂英超 再加上利物浦没有买人 但是你看到今季利物浦 当然你说他已经输了一场 输了给森林 但是森林今季打得不差 除了森林那一场球输0比1之外 其他那四桌 四场 利物浦都是零失球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 夺冠就靠防守 市乐就搞定了利物浦的防守 进攻就沿用高普那种进攻 略略当然改了 苏保斯里踢攻中 加文碧克踢防守中场 令整个利物浦的中场运转 和上轨不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球队 要适应利记的踢法 还是利记真的搞定后防之后 前线也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 每次都要先失科后追的压力 如果现在看了 当曼城一落地底下 实力稍弱 阿仙奴也都 季初有一个双兵潮 会不会把大家四队的实力拉近了呢 现在我觉得是有的 我也是担心 会不会利记跑出来 当然了我当然希望阿仙奴跑出来 所以我自然是担心利记跑出来 有一次 早两天 我在我的朋友群组里说 都怕利记 我的朋友又说 如果连利记都怕 那就不用争贯了 我觉得 不可以这么想 我现在觉得 之前我也觉得 两头马居 虽然说说三头 但我都觉得利记 实力是差一点的 但现在五轮过后 我现在都称高一点 利物浦 起码三队 现在都是平头 之前都觉得曼城是打凸出来的 但现在阿仙奴踢完 作客 对曼城之后 我觉得阿仙奴和曼城的实力 不是真的差太远 所以再加上他乐迪受伤 我就当平头 利记 开季表现非常之好 之前略嫌 担心他的东西都少了 我将利记都提高了 至于阿仙奴维拉 我也是 之前觉得 他会不会因为欧联赛事 连前四都不保 现在觉得 他不是 他踢这几场球 阿仙奴维拉的表现都不错 虽然有两场球 都是先落后 后反胜 但我自己觉得 阿仙奴维拉 是比 无论是车女仔 努卡素 霸里顿 表现都是为好的 我仍然持续看这四队 都是今届 前四的分子 和 争冠都是看这四队 好了 今集节目就简单单 到这里了 明天就会和大家说 这个前瞻 下集回来再见 拜拜 拜拜